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先生 在屏梁 reviewed 什么ys lan的吗 欢迎各位 昨天的中秋节 今天才有这个味道 刚好很配合今天我们的福音 讲到家庭婚姻的重要 团聚 是我们最好的中秋节既团聚的一个节日 让全部驻远方的希望你们回来 让我们整个家庭分享喜悦 所以烤肉月底只不过是一个理由 那种的聚会 就是每一个人在家庭里面就是这么重要 虽然成本加了取了 回来让全家团联分享 所以各位在座的各位父母 当个父母 请你们也教好你们的孩子 让他们听到 看到 什么是婚姻 什么是幸福 让他们知道这个价值 而要努力 你们知道现在很多 很多人单身的 不要举也不要嫁 因为有恐惧 从小看到父母在那边哭啥 打来打去的 骂来骂去的 长大他这个秘密 让他对婚姻的恐惧 所以身为 身为 教友的家庭各位 我们要做得很好 让孩子 看到 父亲的爱 让孩子 在你们的言语中 表达中 看到 爸爸妈妈 这么相爱 这样对孩子 未来的婚姻 会更好 比所有的理论上面更好 去讲听的 只不过是理论 没看到 只有从小看到大的 就是各位父母 你们是老师 你们是最好的朋友 所以今天讲的 夫妻要很爱 当然 大家有很难面得及 我们就没办法 但是我们肯定要彼此相爱 所以今天耶稣长这样 因为你们心定 门设的这样定的 因为沙漠行俱闹 所以那一门设就 毕不得了 这样定 可是当耶稣来以后 要重新讲 不是这样 从起初 天主就装着一南地 就是这样 对各位父母 要假如 还有祈祷 在家庭祈祷 很重要 现在要求全家坐上来 祈祷有点困难 因为有个要补息 有个什么困难 那夫妻每天晚上 有坐上祈祷的 什么方式祈祷的 可以 只有坐上祈祷的举手 来 夫妻的一位 太年轻不感觉太高 祈祷 请问各位父母 你们桌上祈祷 对你们有用 或是对全战有用吗 有没有用 还是个人祈祷 有没有用 亲掌夫妻喔 夫妻每天坐上 一起祈祷 无形中 增加你们的爱 比方说 早上刚刚吵回家 今天晚上又坐下来 一起坐下来祈祷 请问你还能生气吗 一边生气一边祈祷 可以吗 他就在祈祷中 无形天主拜祂的爱 在我们中间 让我们和好 在祈祷中 天主这样不容易的家庭 哪一个家庭 每天都 偷偷到齐 不看到面的 有没有 不容易 各到各个环境 因为各环境都有电脑 然后客厅的电池在那边 就有两个楼 就在那边 看到电池到最后 电池看两楼 之类的就打客车 所以我们看 只有祈祷的时候 是全家 或是至少夫妻都在 我们同心合一祈祷 久而久之 每天都这样 请问夫妻你们的感情 会越来越好 还是越来越坏 肯定不可能越来越坏 你们认为他 越来越好是越来越坏 肯定不可能越来越坏 祈祷带给我们平安 其任同时也是彼此宽恕 我不宽恕你 我怎么会坐回旁边 跟你一起祈祷呢 对不对 他就是这样 我对你不满意 我对你生气干嘛 现在我跟你一起坐上祈祷 那你骑你的岛 我骑我的岛 分开祈祷干嘛 你坐一起坐 当我同意坐上 跟你祈祷我说 这个已经行了 快说 阿们